你好,我是杰一,欢迎来到《静谋档案》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起案件 35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 而且被拍成了红极一时的纪录片 谁谋害了格雷格里 一个男孩离奇失踪 他的父母甚至在案发之前接到了凶手一千通威胁电话 但是依然没有引起他们的警惕 这个家庭究竟招有了什么样的人呢 在警方调查过后 人们惊恐地发现 甚至父母本人都不能排除嫌疑 这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诡异的阴谋呢 这就是法国格雷格里案件 1984年10月16日 法国东北部富士省的小镇多塞勒已经十分寒冷 人和植物仿佛都收敛起了所有的活力 来对抗严寒的冬天 小镇外面的沃洛列河还在团结的流场 用不了几天 这条河就会被急速下降的气温给冻住 屋里的暖炉燃烧着 一个中年男人坐在火炉前 面容一片平静 但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吓了他一跳 男人接起电话 那一头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 那边传来消息 让他大吃一惊 你的侄子格雷格雷已经被带走了 还被扔进了沃洛列河里 我终于报仇了 这段通话的信息量实在太大 这个男人 也就是格雷格雷的叔叔 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拨通了维莱明夫妇的电话 维莱明夫妇当时正在家里 听到这一消息 他们只觉得是有人在恶作剧 儿子明明在家中的后院里玩耍了 怎么可能会突然被挟持了呢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维莱明夫妇惊恐地发现 原本在院子里安然玩耍的儿子 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两个人收遍了整个房子 都没能找到儿子的踪影 这时呢 他们终于意识到 这通利明电话的恐怖性 两人一点都不敢耽搁 迅速报了警 本次案件的主人公是维莱明一家 这是十分年轻的一家散口 在七倍城任职高管的爸爸 让玛丽维莱明 在工厂里做女工的妈妈 克里斯丁 布莱斯 以及他们可爱的儿子 格里格里 维莱明 在小镇上 维莱明一家算是家境不错的小康家庭 爷经常被邻居们羡慕 一家人的生活呢 十分温馨 但这一份幸福 却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失踪给打乱了 在发现儿子不见后 很快维莱明夫妇报了警 并和警察一起寻找 联想到恐吓电话里的内容 一行人决定去窝落猎河一探究竟 经过漫长寻找后 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当晚九点多 警察在河边找到了格雷格里 但是此时的格雷格里 已经没有了呼吸 头上的帽子被拉下 盖住了格雷格里的脑袋 身体呢 也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里 变得发脏 经过法医初步鉴定 格雷格里是溺水窒息 得知这一消息后 母亲布莱斯只觉得天都要塌了 自己的儿子明明早上还活泼乱跳的 怎么会突然离开了呢 究竟谁才是幕后黑手呢 痛失独自的布莱斯悲伤不已 可他没想到的是 儿子的遇难 只是这场悲剧的开端 夜幕降临 夫妇俩回到家 父亲发誓要将幕后黑手揪出来 就在这时 一封利明性出现了 这是一封手写的恐吓信 招式着凶手的明目张胆 丈夫掺阻的手将性摊开 信中写道 我希望你死于悲痛 有钱也带不回你的儿子 这就是我的复仇 你这个混蛋 这究竟是一个多么张狂的凶手 才能写出这样的话 看着这样的语句 布莱斯感到十分熟悉 他想起了多年之前曾经发生的事情 那些曾经被他们一家人遗忘的 没当做一回事的遭遇 事情要从许多年前开始说起 多塞勒位于福日山脉深处 属于十分偏僻的地区 镇子不大 居民们也都相互认识 就像法国很多乡下小镇一样 年轻人大多外出寻找新的出路 剩下的都是留守老人 多塞勒的生活从来不为人称道 他交通不便利 资源匮乏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为生计挣扎 所以当未来名夫妇 宣布他们会到国外 进行新婚蜜月旅行时 这决定在当时的小镇上 如此的引人瞩目 与众不同的幸福 总是招人妒忌 被人诟病的除了这场 花费不费的蜜月旅行外 还有一年后 他们又买了一辆二手汽车 事实上 这辆车并不贵 但也花掉了未来名夫妇 当时的全部积蓄 布莱斯回想着过去的经历 当时他们这种做法惹怒了家族的其他人 包括自己的公公 因为这件事情 丈夫和公公大吵了好几次 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恩爱的生活 他们经常开着车到处游玩 然而这一行径 在多塞勒却显得特里独行 布莱斯心知肚明 有许多人在等着他们破产 但是他们一家人 似乎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反而日子越过越好 1980年 丈夫受到了七位厂老板的赏识 从浦东工人升为了工头 他们生活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两个人搬到了更加富有的住宅区 喜悦的是 同一年他生下了格雷格雷 一个十分漂亮的男孩 布莱斯想着这下 他们的生活终于要步入正轨 可没想到的是 之后事情竟然会发展成这样 从1981年 也就是儿子一岁时开始 他们全家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中 从1981年开始 自己和丈夫就不断接到诡异的黎明电话 起初这些电话被接通之后 对面没有任何声音 随后对面开始传来歌声 对话声 最后一直发展到对他们一家的威胁 从1981年一直到1984年 神秘人打给自己和丈夫的黎明电话 多打一千通 还有许多电话打给了公婆 电话中经常出现两个人的声音 一个是嘶哑的男声 另一个则是女性的声音 而这两人对未来明家族的所有事情 都了如指掌 因为一直都有电话的恐吓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 所以布莱斯也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没想到居然在1984年 终于酿成了这样的大祸 在儿子去世后 次日早上 他们又收到了第二封信 你的儿子已经完了 我的大仇得报 布莱斯当即把这些来龙去买 告知了警方 他们期待能够找到背后的杀人凶手 德尔纳警官在听了布莱斯的叙述后 当即就把嫌疑人锁定在了家族人员身上 能够对他们生活如此了解的人 一定是身边的人 并且直接在家里 把已经有了分辨能力的格雷格雷带走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 他要对家中的构造十分清楚 并且他要保证 小格雷格雷不会对自己产生疑心和恐惧 不然小孩的哭闹一定会招致家人的注意 在短暂的推测后 一个证人的出现 让德尔纳警官迅速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证人就是格雷格雷的表叔 15岁的小姨子穆利耶尔·波尔 波尔声称案发当天 他看到姐夫布莱德拉罗时将小男孩带走 之后又独自一人返回 而布莱德则是格雷格雷的表叔 也是父亲让玛丽从小一起的玩伴 在证人出现后 德尔纳警官就着手对嫌疑人展开调查 在调查后他发现 这个表叔不仅有作案时间 甚至还有强烈的作案动机 他和男孩的父亲让玛丽从小就玩在一起 但随着两人长大 让玛丽失业有成 在一家汽修厂担任领班 家住大房子 但是自己却过着勉强温饱的生活 这一切都让波尔德心深妒忌 二人也渐渐疏远 因此出于妒忌的心理 波尔德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德尔纳警官立刻带着其他警员们 将其带去警察局调查 但是警方没想到的是 案件的侦查竟然如此缓慢 波尔德始终坚称自己被冤枉 而几天后 证人波尔也忽然改变了口供 称当时自己一直和波尔德在一起 对方是无辜的 这下让原本案件的侦查中断了下来 警官猜测 波尔是出于家庭的压力 才被迫改变了口供 但是由于证据不足 法院无法给波尔德定罪 1985年2月4日 他被无罪释放 很显然 格雷格雷的父亲和德尔纳警官的想法一致 他坚信波尔德就是凶手 在波尔德被释放当天 在很多记者面前 他就扬言要亲手杀了波尔德 果然 1985年3月29日 格雷格雷的父亲 波尔德 并且被判了五年监警 眼看着这一切 德尔纳警官既感叹又唏嘘 但他没想到的是 随着新的证据的出现 最终案件的矛头 竟然指向了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人 那就是格雷格雷的亲生母亲 布莱斯 有人声称 案发当天曾经看到布莱斯出现的邮局 而德尔纳警官在比对自己之后也发现 他和利明威胁性的自己 确实有些相似之处 随后呢 调查人员更是在布莱斯一家的地窖里 发现了与捆绑格雷格雷一样的绳子 德尔纳警官瞬间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布莱斯 但是母亲布莱斯却坚决否认这项指控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时已经怀孕六个月的她 甚至11天表达抗议 苦于没能寻找到关键证据 检方对布莱斯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993年 最后官方得出结论 认为笔记和绳子的证据都站不住脚 并且布莱斯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布莱斯被宣布无罪 但是传闻早已经通过媒体报道 被传得沸沸扬扬 许多人坚信布莱斯是杀害亲生儿子的凶手 这位母亲临身扫地 在家族里也被不断边缘化 面临这一切莫序悠的罪名 布莱斯更加坚定了要找到幕后凶手的决心 而这位母亲的心中 其实已经有了凶手的模样 他始终怀疑是表叔伯纳德和他的小姨子布尔 联手杀害了自己的儿子 于是他和丈夫一起对布尔提出控告 他认为布尔很可能向格雷格里注射了胰岛素 导致对方昏迷 之后带走了他 而支撑的证据有以下两点 一 布尔的母亲患有糖尿病 需要定期注射胰岛素 而每次进行注射的时候 布尔基本都在场 对他来说 拿到胰岛素并进行注射并不是难题 二 事发当天布尔也确实出现在自己家的附近 但让未来民夫妇失望的是 这一指控最终被调查人员以证据不足而推翻 2001年 在案发17年后 法国警方正式宣布格雷格里谋杀事件成为悬案 并正式结案 但随着科技水平和行政手段的不断进步 原来忽略的一些线索又成为了新的重要证据 2008年 警方再次宣布重启该案件的调查 在2014年 警方宣布在部分匿名信上找到了关键DNA线索 这些线索最终都指向了家族中的一些成员 经过漫长的证据收集和细节侦查后 2017年6月14日 警方以绑架和监禁致死罪名 逮捕了格雷格里的旧公马赛尔雅各伯 和他的妻子杰奎林雅各伯 还有父亲让玛丽的弟媳吉雷德·维勒曼 和穆利伊尔·波尔 警方还传坏了格雷格里的族父母 但两者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形 这个家族里 大部分人都成为了检方的怀疑对象 在调查过程中 每个人似乎都有作案嫌疑 但是证据又不足以对他们定罪 警方所认定的犯案人杰奎林·雅各伯 则坚称自己无罪 并且更让警方头疼的是 在对这一系列嫌疑人审讯过程中 他们准备十分充分 似乎都存在着窜共的嫌疑 最终由于证据不足 线索纷杂 格雷格里的遇害 还是被定性为了一桩悬案 尽管如此 杜尔兰警官还是根据现有的证据 拼凑出了一种可能的案发过程 维勒曼夫妇的幸福 招致了家族其他成员的嫉妒 除了两人富足的生活 拉开了他们与家族成员的差距外 夫妇两人还时不时邀请亲戚聚会 以此炫耀他们的富裕 这些行径呢让家族其他人 对这对夫妇的积怨抠生 在案发当天 格雷格里的表叔伯纳德和穆利耶尔博尔一起 将格雷格里偷偷带走了 随后不止一位家族成员参与了 而那些利明性均出自杰奎林亚克波之手 也就是小格雷格里父亲的旧母 而在格雷格里离开前 持续了三年的威胁事件 也是家族众多成员一起谋划的行动 为的就是不让未来名夫妇好过 然而这些都只是德尔纳警官的猜测 背后的真相无从得知 也许这场案件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错综复杂 或许呢 就如同东方快撑谋杀案中 所展现的集体寻丑 只不过这起案件 并不存在人情正义和法理争议的矛盾 只剩下自私 嫉妒和贪婪 而其中的牺牲品 却是一个纯洁无辜的小生命